中共國家統計局原定在星期二發表的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數據 即GDP以及其他一系列主要經濟指標 包括月度零售額、房地產銷售以及固定資產投資 在星期一下午 統計局網站上的標記顯示這些數據的發表延期 同時延遲的還有定於星期三發表的70個主要城市的樓價數據 官方網站並沒有解釋推遲的原因 亦沒有提供新的公佈日期 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報導 現在正值是習近平的政治敏感時期 預計第三季度的數據將會顯示經濟增長疲遠 而習近平將會在二十大上延長任期獲得他的第三個任期 並蓋述中國總體政策方針 報導又說 經濟數據預計將會體現中國持續的經濟弱點 包括不斷惡化的房地產危機 以及嚴格的COVID-19清零政策的影響 這些政策導致今年封鎖了幾十個大城市 扼殺消費並將中國與世界隔開 而彭博社調查的經濟學家預測 中國第三季度的GDP同比增長3.3% 遠低於全年增長目標的5.5% 而北京既定的全年目標已經是30年來的最低水平 中國第二季度的GDP增長同比只有0.4% 荷蘭安治銀行ING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彭埃堯表示 推遲發表數據很可能是因為這些統計數據會產生噪音 他猜測說隨著黨的二十大召開 數據可能會給市場一個混合的訊息 或者是不正確的訊號 令事情變得不穩定 至於《華爾街日報》報導說 經濟學家普遍對數據發表的延遲感到驚訝 中共海關總署上個星期五 也都推遲了月度貿易數據的發表 同樣是沒有提供任何解釋或回應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